在市中心區 那執行的話 那當然就是看你要執行什麼樣的刑法 死刑的話當然就是安根刑場 這個我們去過了 然後馬場丁 如果是這個有期徒刑的話 就看你是哪一類 比如說死刑生訓導處的人 還是心電軍艦 或是比較 心懷比較輕的人 就送到這個思想改造的聖教所 還有監獄等等這些地方 這三個流程是 我覺得 面對這個前面 一大串這些東西 還搞不清楚怎麼分類的話 我覺得是很好的一個分類方法 比較容易理解 然後這個是 我整理出了一個表格 就是說 從單位上來看 那關於政訓的 這個 政訓機關 有哪一些 因為政訓也是很多 然後 他有很多歷史不同的單位 所以你當你去問說 這個男所悲所是什麼之後 我就可以知道 他是保密局的 保密就是現在的軍事情報局 這個機構現在還在 好嗎 對